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我很欣慰的是我觉得琪琴这次的态度特别好 心态特别好 从头到尾没有喊疼 从头到尾没有说过谁不对或者谁对 那么完全是一种比较 我觉得是一种以欢喜心 可能跟她学佛也有关系 至于远在美国的妈妈 琪玉说妈妈知道琪琴发生事情后 随时都有跟家人联络 掌握状况 但是因为年纪很大 所以目前还没有特别赶回来看儿子 另外大家也很关心 什么时候琪琴会再出来正式面对媒体和歌迷 琪玉表示 弟弟工作上的安排 一起出来面对媒体的时间 要看经纪公司的安排